养育你内心的小孩 从非从 续 我们活着就会面临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就会产生内心的痛苦 工作不顺心 会痛苦 孩子不听话 会痛苦 伴侣不如意 会痛苦 成绩上不去 会痛苦 房间特别乱 会痛苦 生活的烦恼 就像打开的自来水一样 源源不断地往外流 而我们怎么都找不到 关掉的那个阀门 很多人解决烦恼的方式 非常单一 哪里有问题就去解决哪里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孩子不听话 就想办法让他听话 伴侣不分担家伍 就跟对方吵架 工作中遭遇了不公平待遇 就辞职走人 这些方法用起来 既费劲又低效 有的人理智点的时候 会换个方法 会学习很多技巧 但依然触及不了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类似的问题还是会出现 根本就是按下葫芦扶起瓢 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是你内心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所有外在问题都是表面现象 你解决了这个 还有那个 只要你内心的需要还没有被满足 现实的问题就解决不完 你觉得这个伴侣有问题 你再换十个伴侣 大概率无非是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除非你的某个伴侣有智慧 能满足你内心的需要 当你跳出问题本身 开始从内心需要的角度思考问题时 你就掌握了解决痛苦的钥匙 我们的内心需要的是安全感 自由 价值感 意义 亲密 这五大需要构成了我们所有现实烦恼的核心 比如 当孩子玩游戏 不写作业时 你很生气 这其实是因为他激活了你内心的不安全感 你在为他的前途感到担忧 即使他放下游戏 去写作业了 只要他还有别的 可能会自毁前途的行为 你就依然会焦虑 依然会愤怒 同时 孩子不写作业 你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操心他 这让本来就疲惫不堪的你特别烦 你幻想并需要他是个很乖的孩子 这样你就可以从他身上得到解脱 去做你想做的事 所以 你愤怒的另一个原因 是你的自由被剥夺了 如果你没有满足自己自由需求的能力 你就会发现 即使孩子不占用你的时间了 家务 学习 工作 亲戚 另外一大堆事 也会限制你做自己想做的事 另外 孩子不写作业 可能还会引起你内心的挫败感 让你觉得这代表着 你不是个好父母 你内在的低价值感被激活了 如果孩子写作业了 而你的价值感依然匮乏 那么你可能会在不小心犯错时 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自己 孩子不写作业 也会激活你内心的无助 你会想 为什么你没有一个在乎你 支持你 可以帮你一起教育孩子的伴侣呢 这种缺乏亲密的无助感 也会促使你把矛头指向孩子 让孩子无意间背锅 当你在伴侣关系 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 任何一种关系中 体验到很深的亲密感后 你会发现 你对孩子的宽容度增加了百倍 千倍 当你纠缠于这些问题时 你就没有时间去追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你内心的匮乏感才是问题的根源 当你开始从内心需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 你就走上了独立 强大 自主之路 所谓的内心强大 就是能照顾好自己内心的需要 以饱满的姿态 应对不停变化的外部世界 这个世界会扔给你各种问题 但只要你内心坚定 就足以生发出很多智慧去解决 然后 这些问题都会成为你的经验 让你更强大 你缺少的从来不是方法 而是底气 而底气来自内心的丰满 小时候 爸爸妈妈教会了我们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 却较少教我们如何照顾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没学过 那么现在你可以开始学习 学习重新养育你自己 如此 你就是内心强大的人